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24日 在节目开始之前,再提一条能够证明 所谓的中专数学天才江平是一个数学白痴的证据 关于他把对一求导写成汉字主 那个公式呢,有人根据他抄的那一页偏微分方程 把他抄的那个公式给还原了 然后就可以发现了他不仅把对一求导写成了汉字主 还把字母小写的b给抄成了数字6 把小写的字母u给抄成了希腊字母mu 因为他的老师王仲秋写那个u写得有点像mu 所以呢,他就直接呢,就抄成了mu 还把下标t,他给抄成了字变量t 又把一个常数c给抄漏了 所以他抄一个公式就抄的 就错误百出的,也就表明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 连抄都抄错,就是一个数学白痴了 那在上一次的节目,我看到了 这次阿里数学竞赛组委会的实际负责人 印沃涛,印博士 曾经到我的推特下面留言 对我的质疑做出回应 我今天才发现,他不只是回应了一次 而是回应了三次 被我当成了水军,把他拉黑了 所以我没有看到他后面的回应 而且他后来呢,又把他的回应都给删了 没有留下来,但是呢,被人截贫了 所以我今天才看到 那他的这三条回应 除了上次的节目已经分析过的那一条 剩下的那两条呢,都是来解释 说,江平作为一个中专生 是有可能在这次的数学竞赛当中 获得好成绩的 为什么呢? 这印博士说了 说这个比赛 这些题目的难度 是做的控制的 是控制在 它涉及到的知识点 而不会超过大二的数学水平 考的呢,是技巧 所以,即使是非数学专业的人 他们也能够考好历年 都有非数学专业的人 考的比数学博士 数学教授还要好 这个是错的 实际上,这一次的出赛的题目 绝大部分都超出了大二的数学水平 甚至呢,超出了数学系本科的水平 大部分呢,都是属于数学系研究生的水平 比如说,第三道题 它是属于数字几何 第四道题 是涉及到理群与理代数 第五道题 是属于凸几何 那这些内容呢 都是属于数学系研究生基础专业课的内容 也就是说,是要数学系的研究生 定下了专业方向以后 才会去学的 一般的数学系的学生都不学 那怎么可能说 大二的数学 就有了这些内容呢 而这可见呢 印博士虽然是这次比赛的实际的组织者负责人 他自己呢,都没有去认真审题 也没有去看这些题目的标准答案的 他看了这些标准答案 我想,这些题目他可能也看不懂的 因为印博士他研究的是应用数学 不是纯数学 所以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 他也没学过的 很可能也是不懂的 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的教授 陈彦北 也是同样的说辞啊 也就是说,这次比赛的难度很低的 只是初中的数学 再加一点高等代数 线性代数的内容 所以呢,一个中专生苦学两年 也能够取得好成绩了 这个呢,当然也都是在胡说八道了 不知道是不是 那就是从印博士那里听来的 为了交情 为了利益 然后呢,就出来信口开河的乱说 为一个数学白痴洗白 就可见了 这些喜欢在中国网络上表演的 美国名牌大学的教授 他们的学风都是很成问题的 那既然这一次数学竞赛的 初赛的题目这么难 是要系统的 写过数学系的课程 才能够考好的 那这也就意味着 入围的那些人呢 也相当一部分是靠作弊进去的 除了江平 还有三十多个的初中生 高中生 也都入围了 那也就意味着 他们也都是 靠作弊 有人替考 或者有一个团队 在帮他们答题 比如说 济南 有两个初中生 也入围了 还出来接受采访 说他们分别 答对了四道题和三道半 但是呢 他们并没有系统的 学过数学系的课程 其中有一个初中生 赛了他的学习进度 学到了现在 只学了 谢惠平数学分析 那本著名的书的 学到了第十三章 也就是极数的内容 很基本的内容 还有一本书 是安庭的代数 也只学到了第七章 一半都不到的 这可见呢 像这两本数学系的基础教材 都还没有学完 都只学了一半 即使学完了 也做不出那些题的 那都是超出了 这两本教材的范围了 那怎么可能说 他能够做对三道半 做对四道题呢 那远远都超出 他学习的范围了 那可见了 就是别人给他考的了 那不仅是说 这些初中生 高中生 是在作弊 是别人替他考 那些名牌大学的学生 毕业生 也很可能是作弊 那个倒不是说别人替他考了 而是相互合作 利用 这是一个开卷考试 然后就一起来考 一起来答题 因为这些选手 如果是来自于同一个学校的 来自于北大的 来自于清华的 来自于国外的名校的 同一个学校的选手 既然分数都差不多 意味着他们是一起在商量 合作 然后分别提交搭卷 因为这个比赛的题目的难度很大 所以普通的数学系的学生 毕业生也做不出好成绩的 那就大家要一起来合作 来商量 才能够考好的 才能够进入决赛的 所以像这种开卷的考试 开卷两天的考试 难度又高得这么大 中国又是一个造假大国 就是在鼓励作弊 即使发现了作弊 主委会也不去管 那当然了 就是在重荣作弊 你不作弊 靠不了好成绩 那不就是亏了吗 这个事件 现在在中国这么风动 我想中国数学界的人都知道了 出于好奇 也都会去看一下 这比赛的题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那看了之后 那当然就知道了 一个中专生 是不可能说 靠自协两年 就能够打好的 就能够取得好成绩了 但是呢 中国数学界的这些 这些数学家 这些数学教授 要么不吭声 要么出来 说一些客气的话 说一些支持 鼓励 江平的话 甚至呢 在江平 遭到质疑的时候 还要出来 替他洗白 比如说 纽约州立大学的 那个数学教授 赵如汉 就出来 替江平洗白 认为他就是一个 自学成才的数学天才 但是你只要有一点脑子 就会知道 怎么可能说 一个平时连数学都考不及格的中专生 靠自学不到两年 利用晚自习的时间 自学不到两年 既然呢 就能够达到数学系研究生的水平 这怎么可能呢 就可见了 中国的这些数学家 数学教授 是很瞧不起自己的专业的 瞧不起数学的专业性的 这在鄙视和自己的专业 这些数学界的专业人士 对数学的看法尚且是这样的 那更不要说 那些非专业的人士 普通的公众 对于数学也有这种完全不正确的 不符合实际的看法 中国本来呢 就有反制主义的 这种传统的 喜欢了造神 现在这股风呢 也传到了数学了 也认为说 以一个中专生能够变成数学天才 能够秒杀数学系的高材生 中国现在一说起来 动不动 就说 谁是大神 某某神 中国现在最著名的数学家 是北大伟神 而不是他 说在数学研究上面 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惊人的成就 不是 他之所以成了神 是因为他善于考试 参加数学竞赛 能够获得很好的名次 所以就变成了神了 变成了中国人 无人不知的北大伟神 不仅在数学造神 现在连在科学方面也要造神 最近才出了一本 杨振林的传记 书名居然叫做天才杨振林 杨振林的卖点变成了天才 不是什么科学大师 而是天才 人聪明 科研做得好 做出了很大的科研成果 那不等于是天才了 跟天才也没啥关系的 杨振林的天才表现在啥 表现在哪一方面 一般说的天才指的是 在某一种特殊的能力 有很强的天赋 远远的超过的一般的人 所以有音乐天才 有语言天才 文学天才 数学天才 那有这种所谓的天才的人 他们很小 就能够表现出来的十几岁 就能够做出很大的成就了 但是科学是不行的 科学是需要 经过长期的训练 才有可能出成果的 所以如果一个科学家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做出重大的贡献 那已经是非常早的 了不得的 没有说什么十几岁 就做出了成果的 相信科学有天才的那些人 那也相信 说有小学博士 中国可能真的很多人相信 你有所谓的科学天才 所以呢 才会有那些小学生 中学生 号称呢 都已经做出了 重大的科学成果了 真的有小学博士 中学博士了 但是中国人就喜欢这一套 就喜欢这种反制主义的 天才论 那些时评家 像胡锡进 还有那些做伟科普的骗子 像那个被我揭露过多次的汪杰 现在呢 也都在宣扬这种天才论 也在都为这个数学白痴 江平 洗地 都认为他就是一个数学天才 中国的官媒也参与了 这种制造宣传天才论 江平被推出来 首先是阿里巴巴干的 把他当成一个数学天才 推出来的 但是这是影响能够这么大 能够这么风动 那是官媒 央视 这些官方媒体 推波助澜的结果 正因为官媒也参与的宣传 那就不容置疑了 现在发现的问题 就不许人们去揭露了 以什么保护隐私的名义 不准置疑 官媒为什么要参与宣传 因为政府也喜欢天才 也巴不得在神州大地 天才被出涌 现出无数的天才 这是正能量 能够扬化国威 能够给全国人民打鸡血 习主席本来就是一个天才 你想他能够给所有的领域 所有的事物都指明方向 那当然是天才了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天才 好 今天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下次的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